正式是6月15號開始 沒想到我們真的進入到第六週 我們已經整體台大醫院 已經6萬8千名 我們今天就可以超過了1萬名 我是台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邱漢摩主任 那這一波疫情來得來勢洶洶 所以我們就所有的人都出來支援 施打疫苗的一個業務 讓疫苗施打的覆蓋率越高 那我們越有機會回到正常的生活 那我們民眾施打COVID-19疫苗 無論是在國際會議中心 或者是在體育館 我們的標準流程是一字化的 首先民眾來的時候 我們外場會有行政人員 來引導他入場館 入了場館之後 他們必須取出自己的健保卡 來去進行報到的動作 那現場是依報到順序來安排就診 當民眾取了票之後 確認好施打疫苗的身分類別 那我們就進到會場的下一關 就會幫民眾確量一下體溫 還有沒有什麼身體不適的狀況 那做一個基礎的 簡單疫苗施打前的相關評估 那到注射區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採取非常優勢的一個做法 就是要施打的民眾 其實就是可以安心的坐在位置上 那由我們專業的護理師來走動 然後來幫助民眾來施打疫苗 那民眾是可以不用這樣子走來走去 就這樣移來移去的 減少一些移動的不方便 那當民眾施打完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留在原座位 那我們觀察15分鐘 沒有不舒服或者是不良的反應的時候呢 民眾就可以在最後的出口的時候 就可以離開然後返回家中 團隊在2021年7月31日 疫苗施打達到10萬人次 剛開始疫苗開打的時候呢 是從長者85歲 80歲到75歲 那那時候呢 也主要是以一到三類為主 並沒有包括孕婦 我是一個兒童精神科醫師 我非常重視兒童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 我很早就向中央建議 一定要將孕婦納入 有關於孕婦施打的流程 那我們有特別的設計 包括說它的動線 跟一般的民眾分開 連等待的區域也有所不同 我們會給它設置比較多的椅子 來坐著等 那在我們報到之後 我們在這個孕婦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的部分 台大院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我們邀請了產科醫師 來做胎心醫的檢測 確保這個胎兒的健康跟這個OK之後 再來幫它做施打 另外我們也很貼心的 來設計了一些小貼紙 讓這個孕婦施打之後 能夠回去做一些小紀念 來貼上自己的這個背包也好 衣服也好 表示說它這個注射過之後 然後那個小的紀念品這樣子 對 台大醫院要建立一個模式 讓因為你要在短期內施打大量的疫苗 所以這個動線一定要流暢 那第二個要除了要讓大家減少這個等待的時間 要讓大家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蔡英文總統於2021年8月23日 西林本院接種高端疫苗 賴清德副總統接續於8月27日來院接種疫苗 並一起向大家揮手致意 我覺得在這邊擋比較不會痛 在流程上孕婦排隊的地方是有椅子可以坐的 我覺得這點滿貼心的 然後我覺得從網路的預定的系統 然後非常快 那今天來的時候都有人引導 而且從捷運站出來就有很明顯的指示 讓一般如果不知道沒來過的人都很清楚 那即使沒有來 就是曾經來這裡就醫過的話 也會現場填單 那整個流程大概15分鐘左右到20分鐘 那中間的不管是醫護人員 然後跟流程都很順暢